神奇药水往小情侣身上一挪 两人瞬间变得你蒙我蒙 最后融合在了一起 这是一个怪人马戏团 有胖乎乎的虫子哥 长得大鼻子的鼻子怪 名副其实的牛仔 后面会喷火的火男 满身毛发的狗男 甚至还有脑袋是只袜子的袜子哥 而这些人原本都是普通人 都是被马戏团团长用怪物药水变成的 其中最惨的就是我们的男主小帅了 他原本是个帅小伙 和其他人一样 因为在路边看到了怪咖秀的广告 忍不住好奇进到马戏团参观 结果被团长强行变成了半人半兽的怪物 但小帅并不甘心沦为团长敛财的工具 一直寻找机会逃走 这天他看到了马戏团里来了个送奶公 于是他将送奶公骗进小木屋打晕 并换上了送奶公的衣服 可当他想开送奶车离开时 却发现车门锁了 于是他又来到了团长的车旁 结果还是一样 这时他看到了仅存的希望 结果 与此同时 雕像里的两只眼珠子竟然跑了出来 拿着枪挡住了小帅的去路 两只蠢萌的大眼怪挡住了小帅的去路 则令他立即返回小木屋 无奈的小帅只能放弃了这次逃跑的机会 可当他返回小木屋时 却碰到其他怪人也扮成了送奶公准备逃走 这让小帅彻底无语了 这么大规模的逃亡 肯定会被发现的 而且哪来那么多的送奶公啊 但为首的狗男却偏偏不信邪 朝着大门就跑了出去 不料被赶来的大眼怪打成了筛子 意识到逃跑无望的众人 这才纷纷回到了木屋 开始商讨其他的逃跑计划 这时有人建议让虫子哥利用自身优势 挖地道带着大火逃出去 这一提议很快得到了众人的认可 于是当天晚上 大家便开始了计划 小帅带着虫子哥在下面挖地道 而其他的怪人则在地面制造各种噪音 来掩盖挖地道产生的动静 很快噪音就引来了大眼怪 袜子哥打算用头上的臭袜子 熏晕大眼怪 不料被人狠话不多的大眼怪 打成了筛子 另一边 方向感极差的虫子哥 竟然挖错了方向 直接来到了团长的实验室 小帅想着 既然来都来了 干脆弄点怪物药水回去研究研究 说不定能研究出解药 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可就在这时 听到动静的团长赶了过来 慌乱中 小帅弄掉了手中的药水 最后只能无功而返 而他们的逃跑计划 也就此泡汤了 很快马戏团的巡演开始了 看着舞台上逐一上场的怪人 观众兴奋不已 一个男孩拿着捡来的怪物药水 欢呼雀跃 但这却惹恼了后面的壮汉 壮汉一把抢过药水 直接倒在了男孩身上 结果 小男孩竟变成了一个奇丑无比的巨怪 把眼前的壮汉给吓坏了 他急忙掏出小刀筒的过去 结果 小刀直接干舌了 巨怪一个摆拳 壮汉直接飞了出去 眼看局势失控 团长急忙换来了大眼怪 但子弹根本无法伤巨怪分毫 狡猾的巨怪一捧沙子 就让大眼怪疼得落荒而逃 见识不妙的团长 急忙拿出怪物药水 一把抹到了小帅脸上 小帅瞬间变成了更高大的巨怪 顿时两只巨怪就在舞台上干了起来 台下的观众看得是连连叫好 很快小帅就占了上风 就在小帅举起手中的铁剑 想要结果了小男孩时 奶牛哥突然唱起了小帅最喜欢的歌 小帅也渐渐恢复了理智 放下了手中的铁剑 在怪人朋友的提醒下 小帅这才想起了团长这个大坏蛋 于是一脚把他踢上了天 不偏不倚 坠落的团长刚好掉进了怪物药水里 瞬间溶解掉了 看到这一切 怪人们高兴地手舞足蹈 与此同时 大批警察也来到了现场 怪人们纷纷获救 电影最后 怪人们吃了专家研制出来的解药 大部分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只有少数没有恢复过来 而小帅也在这次经历中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电影也到此结束了 看来还是好奇害死了猫 所以大家平时外出游玩时 还是不要因为好奇心驱使 去一些人少的地方游玩